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这名侍女的头很疼 这种疼痛好像她的脑袋要炸裂开来一样 不过这个过程非常短暂 差不多十几秒过后 她感觉好得多了 然后她总觉得之前好像发生了点什么 不然的话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呢 可终究她摇了摇头 还是想不起来 看看时间她快步的离开了 这趟出来她是为华雷斯女士准备婚纱 这一下可是耽误了不少的时间 几分钟之后 侍女来到了一个独立的小院 果然这的确是被人团团包围的 不论是房顶一或者四周的围墙 简直可以用铁桶来形容 哪怕他们看到那边的大火很凶 可这群人依旧没有任何动作 因为在这里看着华雷斯 是他们唯一的任务 瞧见了那名侍女之后 几名守卫跟她打了招呼 然后重新检查了一遍 这才放她进去 不得不说呀 李高楼的运气的确不错 居然刚好碰到这名侍女 否则的话 整个城堡里边想要找到一个能够走到华雷斯女士身边的人 没那么容易 经过一番检查 侍女进了院子 随后她到了华雷斯的房间门口 掏出钥匙 她把门打开了 进门之后 她又重新把房门关上 房间里的装饰非常豪华 一个女人坐在床边 看着窗外 这个女人自然就是华雷斯了 看到侍女进来 华雷斯回头问 外面出了什么事情 着火了 好像是后厨那边 火势还挺大的 侍女回答了一句 随后华雷斯就沉默了 然后侍女开始将自己带来的婚纱 一点一点的展开 最终她来到了华雷斯的身边 试试吧 明天婚礼开始之前 记得去一趟洗手间 会有人来救你的 平静的语气 坦然的脸色 说完之后 侍女就在注视着华雷斯 而华雷斯则是一脸惊讶 她直接站起身来 你说什么 她压低声音 显得非常激动 不过这次 侍女却是一脸的茫然 试试衣服啊 怎么了 一本正经的表情 这怎么看 怎么不像是撒谎 尤其是房间里边 此刻就他们两个 也没必要撒谎啊 可是刚刚你 华雷斯的脑子 还是处于一种莫名的惊骇 她完全不能理解 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 侍女却什么都不再说了 她也只能把疑惑压在心里 但是关于婚礼开始 之前去洗手间这件事 她可记下了 从这个魔窟逃出去 华雷斯简直啊 做梦都在想 她不敢想象 自己真的嫁给胡德 这个恶魔会怎么样 而同一时间 就在这个城堡 最中央的位置 也是那间视线 最高的屋子里 胡德皱着眉 看着远处的浓烟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着身后管家进来的声音 她头也没抬地问着 最近一段时间 所有的事情 让胡德的心情非常糟糕 大魔王 如同是架在她脖子上的一把刀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尤其她很清楚 时间每多过去一天 大魔王就会恢复几分力气 一旦那个家伙彻底的救伤痊愈 那自己实在是很难战胜的 很难想象 如果输掉的话 她将会失去一切 失去自己在咖啡谷的权势和金钱 输掉这座城堡 一切都会属于那个叫做卡尔金夫的男人 而这件事情是胡德 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因此她才会跟拉什达成了交易 想要靠着那个李高楼吸引大魔王出现 然而现在呢 李高楼他们好像完全人间蒸发了一样 一点消息都没有 结果自己的城堡里居然着了火 当真是注视不顺呢 好像是后厨那边在煲汤 湿了火 管家的声音很小 他也是一脸的惊恐 他可以感觉到胡德大人现在的心情不是很愉快 果然他这话刚说完 胡德直接转身一脚就踹在他的胸口 可怜的管家好像是个皮球一样的飞了出去 重重的撞在墙上 落在地上的时候啊 一口血已经吐出来了 你他妈是干什么的 失了火 给我查清楚 混蛋 咆哮着跟管家说完之后 胡德又是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嘴角带着血迹忍着剧痛 管家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转身就跑啊 他是真的爬了 他担心自己再多待一会儿 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也就是在管家离开之后 突然胡德的电话响了 看着上边的号码 胡德的眼中闪过一丝冷光 这个电话来自于拉什将军 我刚刚得到消息 明天李高楼会带着人参加你的婚礼 什么意思啊 这条消息让胡德给惊着了 他的确没想到对方居然还有这样的胆子 他们十个人已经到了市区 明天就会出现 应该是要交钱吧 这边的拉什也不太清楚啊 交什么钱 不过刚刚的那个潜伏者跟他取得了联系 所以他立刻选择通知胡德 胡德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抓到他 我会告诉你 你不需要告诉我 我要的是大魔王 说完 拉什就把电话挂掉了 胡德有些生气 但是很快又将这件事情放到了脑后 毕竟 怎么搞定这个叫李高楼的家伙 才是最重要的 参加我的婚礼 真是有意思啊 嘟囔了一句 他笑了起来 只不过这个笑容却冰冷到了极点 依旧在那个小住处 李高楼到了之后 他第一眼就发现少了一个人 然后他笑了起来 看来这就耐不住性子了 他的这句话 却让岑航田和穆苏他们 没明白怎么回事 然而李高楼却一点没有解释的意思 几乎同时门被推开了 那个叫做罗瑞的小子走了进来 罗瑞看着李高楼问 李先生 您回来了 我们怎么办 明天一起拿钱进去吗 事实上 之前李高楼跟马克达成协议 这些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问出这样的问题 倒是一点都不用吃惊 并没有用任何异样的目光 去看这个叫罗瑞的家伙 哪怕李高楼很清楚 他就是拉什将军的奸细 明天的计划有所改变 我们只选五个人进去 其他人在外边接用 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通知 依旧没有提及马克 以及主听跟副听的事情 李高楼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 他这话说完 罗瑞想说什么 但是很快 他就退到一边 选择保持沉默了 不得不说 这个家伙的确很聪明 居然知道 做出这样的选择 随后 李高楼开始啊 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安排 我 岑航田 再加上穆苏跟罗瑞 还有 奥黛莎 我们五个一起进入会场 李高楼说话的同时 目光一一从这些人脸上掠过 岑航田和穆苏 被李高楼选中 倒是非常正常 不过那个叫做奥黛莎的女孩 明显愣了一下 但他很快点了点头 罗瑞也答应了下来 心里边则是一阵窃喜啊 本来他就想着一直跟着李高楼 这样方便掌握情况 也方便他随时动手 既然可以跟着他一起进入会场 那就太好了 其他人也没有什么意义 开始按照李高楼的计划准备 等待明天行动的开始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他们被这些组织上抛弃的人 他们能够做的 就只有相信李高楼了